活塞同大前锋克里斯麦卡洛签下一份训练银合同 这位2015年的29号秀将为几近活塞到名单而展 阿特勒前在下加一分知识对交易最快在两天内达成 麦卡洛曾效力奇才麦卡洛是个身高2米08的大前锋 今年23岁大学时代也是个被看好的前例内线 大一赛季效力于雪城大学的麦卡洛在赛季前16场比赛场均达28.1分钟 便拿下9.3分6.9个篮板1.7次抢断和2.1次盖帽 虽然进攻能力一般但其防守已经展现威力 可惜麦卡洛在同佛罗里达州大一战膝盖众生赛季报销 2015年6月篮网在首轮第29顺位选择了仍在养伤的麦卡洛 他直到了2016年2月份才完成NBA生涯首秀 该赛季麦卡洛打了24场场均得到4.7分 2.8个篮板1.2次抢断2016-17赛季麦卡洛短暂同林书豪做过队友 但2017年2月份他被交易到奇才上赛季麦卡洛打了19场 场均得到2.4分1.3个篮板多数时间在发展联盟打球 今下麦卡洛成为自由球员,他曾代表76人打夏季联赛 场均只得到5.8分,4.8个篮板 如今活塞给了他一份训练赢合同 但对于他而言,想要留队给布雷克格里芬和德拉蒙的打替补 难度极高,从1达到5 但对于我来说是最后的词区里芬和德拉蒙的打工 那是最后的词区里芬和德拉蒙的打工 是最后的词区里芬和德拉蒙的打工 对于是最后的词区里芬和德拉蒙的打工